录音有什么问题 好,非常欢迎大家 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的饮食营养的第36讲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有一个叫 危害健康的TMAO 其实这个是在两次讲座之前 就是我在第一次分享 两周之前吧 两次讲座之前的就是第一次分享 就是成为营养美食家 就是分享福曼医生的这个书的时候呢 其实在第一次的时候 还是在第二次的时候 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 就提到了这个词 但是当时我跟大家说的是 因为说的是中文的翻译 中文的名字叫养化三甲胺 那这个TMAO 这是一种就是 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英文词 所以呢在这边呢 就是讲英文的人他也是医生啊 他也都是用这个缩写啊 所以呢就是就跟我们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词笔说 说到DNA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啊 这个是DNA 所以就用这些英文的词啊 那今天呢我的主要内容就跟大家讲这个TMAO哈 还有一次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比较的匆忙 其实那一天呢开始讲课就晚了 后来呢我就忘了啊 就是这个时间就感觉那天的内容比较的比较紧 所以讲的不是很细哈 所以呢那个里边那天呢里边呢 其实是有这个TMAO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座内容呢 主要的这个话题哈 所以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近期新发现的 新研究发现出来的这个问题 也不是说非常新吧 应该是有一两年的时间 应该在19年两三年的时间吧 就已经有这样的这个新研究出来了 新发现出来了 知道了这个叫TMAO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 所以我们会来进一步来看它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的体内啊 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东西啊 吃什么样的东西会形成这个啊 还有说它对我们这个TMAO 对我们的身体到底的伤害有多大哈 还有一些检测的问题 还有我们怎么样来做啊 才能够就是降低我们体内的这样的一些 TMAO这样的这些东西 那这个这个话题呢 主要是这个连接哈 是一个叫Robbins的教授的一个讲解呢 那其实里边的内容 我今天跟大家想分享的内容呢 是有可以说是四个健康方面的三个医生 一个这个Robbins教授哈 他也是这个医学方面 他也是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哈 专门搞这个健康领域和营养的 他的是他跟他的父亲是做这个食物革命 这个讲座做了他们是峰会 他们已经做了有十年了 今年应该是第十一年了 所以呢到时候呢 我是去年是非常仔细的听了 他们每一天的这个报告哈 他们采访了很多医生 也希望我有机会跟大家再分享 今年他还会有第十一届的 如果你英文好的话呢 也可以欢迎你也可以去参加 听这个讲这个他们的峰会 一般是在九天到十天吧 差不多 好那这个新的这个发现哈 就是说是呃我们会出现 在吃这个吃我看哈 从我这个我是来看的这个呃 看着这个罗宾斯教授的这个哈 他的这个顺序呢是按罗宾斯教授的 然后里边会穿插一些分享 其他医生的一些看法哈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研究哈 都证明了我们要吃这个完整的食物啊 然后以植物类的食物为主要的这样一种饮食 然后呢肉比较少 其他的动物的脂肪呢 动物的蛋白也比较少 那这样的一种饮食结构呢 是会让我们的寿命延长 能往让我们活得更久 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就是这个 得慢性病的这种几率呢降低 那这些慢性的主要的这些慢性病呢 就包括这些心脏病啊 糖尿病啊 就二型糖尿病啊 癌症啊 还有这个健忘症肥胖症 这样一些慢性病 那为什么会认为这样一种饮食 会让我们的寿命延长 会让我们活得更久呢 是不是因为纯的问题呢 还是说饱和脂肪酸 还是说这个动物蛋白本身有问题 还是说动物的这个食物 它呢就是给人体带来的 这个血红铁素太多 因为我们的人体体内已经 本身的这种铁的含量已经太高了 还是说因为这个动物食物呢 它呢里边缺少我们这个完整的 这个植物类的食物 富含的纤维啊 抗氧化剂啊 还有其他的植化素 是不是因为这个 那实际上呢 以上的这些因素都有 再另外呢 还有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所有的这一切呢 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呢 我们我们的就会有一个健康的 一个活得更久的这样的一种 一个寿命啊 那现在呢 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新的这个发现 就是这个TMAO 氧化三甲氨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是在肠道人体的 是在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里边 产生的一种有毒的一种物质 那它的这个产生呢 就对我们的身体形成这些 就促进我们的身体 形成这些产生这些 形成这些慢性疾病 也会影响我们身体 身体的这个整体的健康 那实际上这个TMAO 它的这个重要性 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 就是对它的发现 对我们身体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那现在在医学上呢 已经把这个TMAO的这个指标 作为一个 就是检测的时候 要检测这个TMAO 来作为什么呢 作为看你的身体里边 作为一个 有没有你的身体里边 有没有心脏病 或者中风 或者死亡 这样的风险 所以呢 TMAO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是可以做这个检测的 那为什么这个 我们接下来就要 就要那个 再来了解一下 这个TMAO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对我们身体 这么有害的 那我们怎么样来做 才能够 就是来够预防它 好那我们看 什么是TMAO 那这个福曼医生的这个书 我是在上边 前面的讲座里边 讲过 提到了这个养化三甲胺呢 就是 那福曼医生说呢 就是一种 养一种炎症的物质 那它是在通过 吃这个动物的食物 就会产生的一种 炎症的这种化合物 然后呢会引起 癌症和心脏病 这是福曼医生 他在他的书里边 说到这个 什么是这个TMAO 那这个Robin医生呢 Robin教授呢 他说到呢 这个是呢 这个就是你吃 特定食物的时候 就会产生的一种代谢物 那这个食物呢 就是你吃的这个食物 它的含有的这个TMAO的前提呢 比较高 就是这个食物里边 是带有这个TMAO的 这个前提的 那你的细菌 你的肠道里边的细菌呢 接受到这个食物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食物 带有这个前提 那这个细菌呢 就会去 就是说 就会跟它 就会去代谢它 把它呢 就会转换成一种分子 那转换成一种分子 叫什么呢 叫TMA 把它转换成TMA了 那转换到TMA之后呢 然后这你的肝脏呢 就会又会通过 它的这个肝脏 一种酶 把它呢 转化成了TMAO 那就是说 有一些食物 是有这个TMAO的前提的 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有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另外有一个威廉医生 威廉这个是 我是美国的华裔医生 他有一本书 这个应该是在疫情前出的 是19年 19年的时候出的 那这一本书呢 就叫 《饮食来抗击疾病》 Eat to beat disease 是一本还挺厚的书 那这个威廉医生呢 其实他在可能在优酷上 也有一些他的讲座 因为是华人医生 到国内的大家呢 比较关注 然后呢 他在他这个书里边 讲到了 这个分享了这个TMAO 那这个TMAO呢 是 我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已经翻译出了 就是吃这个红肉之后 你的肠道的细菌 你肠道不是所有 我们肠道里的细菌 就是千天万的 几十兆亿的 特别多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 在这个地方 说是有一些肠道的细菌 就会引起一些肠道的细菌呢 就过度的繁殖 就是这些细菌呢 就越来越多 然后呢 他们就会产生这个有害物 TMAO这样的有害物 那这个有害物呢 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壁 然后呢 会引起我们的动脉硬化 让这个血管已经变得 比较的僵硬了 没有弹性了 然后呢 就会引起心脏病和中风 那这个呢 是 William Lee 是这个李医生 美国的华裔李医生 讲到的 好 那这个 另外有一个 有一本书呢 是 也是一个很新的一本书呢 是 一个肠道专家 这是一个Will Will医生 他叫Beat Balzi 他也可以大家叫他B医生 B医生呢 他的 他的这个书也是非常非常新的 20年 20年写的一本书 他是讲这个肠道 讲这个纤维对我们肠道的这个重要性里面 他也讲到了这个TMAO 说这个TMAO呢 是和动物的蛋白呢 是密切相关的 那这个呢 是美国 因为心脏病是 美国死亡率 最高的一个疾病 头号杀手 然后这个TMAO呢 就是引起 跟这个引起心脏病呢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可以说是TMAO呢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引起心脏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大家知道了 这个TMAO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食物 刚才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动物的一些食物 所以呢 就是说 有一些食物 它有带有这个TMAO的前提 那这个食物呢 是包括是什么 就是它里面含有什么东西啊 含有的叫左旋肉结 这个词呢 有可能有的朋友听过 因为它也是 比如说运动员啊 比如说有些健身的人呢 可能会吃这个东西 所以有一些那个保健品 就是补充营养 补充素 就是补充剂 可能是有这个的 也许你可能听过的 还有胆碱 这个是讲座里边 也跟大家都提过的 一种我们身体需要的一种营养 那这个呢 也是含有这个TMAO的前提的 还有甜菜碱 那甜菜碱呢 就是大家一看这个名字 都知道甜菜里面肯定有 那除了这个甜菜呢 还有比说是在鱼里面也有 所以一些动物食物里面也有 卵磷子呢 大家知道这个鸡蛋里面有 然后呢 有鱼里面也有 所以呢 这个是动物的 这个豆类里面也有 所以呢 就是说以上呢 这个含有 或者比较高的 这个TMAO前提的食物呢 几乎都是来自于动物食物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清楚了 知道了 那这个TMAO 对就是引起心脏病的 这个罪魁祸首 还有慢性病的最后 或者还有癌症 其实呢 是来自于这些动物食物 基本上是来自于这些动物食物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对这个Robbins教授呢 说到这个TMAO的这种前提 这个前提的这个形成 这些肉呢 就包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 这个左旋肉碱 还有这个胆碱 还有这个甜菜碱 卵磷子 那这个红肉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红肉啊 就是知道有牛肉啊 猪肉啊 那这个还有呢 就是鸡蛋呀 还有羊肉啊 这些呢 就是海水的 这个咸水鱼里边呢 也都有 都是 还有呢 就是说 他们这些里边呢 都会让我们 如果你使用他们的话 你就会让我们的体内的 这个TMAO的这种含量呢 就比较就会升高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肝脏 不是刚才说错了 就是肝类的这种食物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什么肝呀 这样的内脏的食物 还有这个奶制品 还有呢 带壳的这个海鲜 也是促成这个TMAO产生的这些食物 不仅仅是刚才说到的肉啊 还有这种肝 还有奶制品 还有这个带壳的这种 就是这个海鲜类的 那这个肉碱的 刚才跟大家也提到说 这个左旋肉碱的这种补充剂 也增加 也是也能够使你体内的 TMAO的水平增加 那在2015年呢 有一项的这个研究呢 是对就是31个这个病人 他们里边呢 他们的本身的这个体 身体内的这个铁的量呢 含量呢 是过高的 然后对他们进行研究 发现他们体内的 TMAO的水平呢 非常非常的高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TMAO对我们身体 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那这些 首先呢 这个研究呢 发现呢 就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 因为这是两三年前 新发现的之后呢 就是成为了一个热门的 一个研究话题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 是针对这个TMAO的 那这个研究呢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呢 就是TMAO的这个含量的高 这个水平的高 高跟这个体内多项的 这个炎症的 有炎症的这个疾病 其实体内的这个疾病 慢性病都是炎症引起的 所以呢 可以说这个TMAO呢 跟这些疾病 都是非常相关 相关联的 那这些 有关联的这些疾病 就是包括心脏病 二型糖尿病 慢性肾病 癌症 还有这种肝病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心脏病 那这个B医生呢 在他的这个纤维 就是补充纤维 这本书里边 他主要讲这个肠道 补充纤维的 他也提到了 他就是说 有一个 有一个研究呢 就是证明说 四个星期 如果有 就是说 对于那些 经常食肉的人 或者就是以肉为主要 他的这个一餐的人 食肉比较多的人 如果你四周 不吃这个红肉 四周放弃红肉 那你的四周之后 你检测你的这种 TMAO 体内TMAO的这个水平呢 就有大大的 这种下降 下降的很多的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红肉 对体内的 这个TMAO的水平升高呢 有直接的关系 那说到这个心脏病呢 就是说 这个B医生呢 说最近有一项研究呢 在对人体的这个研究 就是心脏 他有一些 有一些 比如说 血管有些堵塞的 这样的一些 心脏病的问题 那么心脏病的这些人呢 他们的体内的 这个TMAO的这个 就肠道里边 他们的这种 产生 TMAO的这样的细菌呢 反而显然是非常多的 是一个繁殖 繁殖非常高的 那还有一个 这个是总体的 还不是说 跟心脏病有关 都是这个 B医生的这本书里边 分享的说 比如说那个 德国的 不是说错了 美国的 非洲裔的 非洲裔的 这个非裔美国人 他们比如说 开始吃这个 美食的 美式的这种饮食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食的饮食呢 就是主要是吃肉 就是这种高蛋白 高热量的 所以他们开始吃 这个美式饮食的时候 他们的 这个 体内的 肠道里边的 油异菌呢 就会降低 然后呢 他们的肠道里的 TMAO的 这个含量呢 这个水平呢 就会大大的升高 这是这个 毕医生的 一种 那毕医生 另外呢 说到呢 还有一种叫 原始 模拟原始人的 这种 吃法 我不知道 有没有 朋友听说过 因为我没有 在讲座里面 提到过 但是我提到过 生酮饮食 这个呢 跟生酮饮食 有一点相似 但是呢 他是说 他的这种饮食方法呢 是强调就是说 我们要回归 原始人的那种吃法 那就是说 打猎啊 吃这个肉啊 以肉食为主啊 这就是一种饮食方法 那就是 有的人呢 就用这种方法来减肥 他其实是跟 生酮饮食 是有一 很非常相似的 就是主要靠这个 动物的脂肪 动物的蛋白 来饮食的 来为主的 所以呢 就在这个 毕医生的这个书里面呢 他也说到了 他说 这种原始 饮食法啊 也是让你的 肠道的细菌 肠道的菌群 越来越不健康 然后呢 你的 TMLO的这个水平呢 就会 不断的 上升 就是这种饮食 也是非常的 就是说 引起大家的注意的 就是如果说 有的朋友 可能说减肥的朋友啊 可能是 有的接触到 那说到这个减肥呢 因为减肥 那个是我的 这个 通过饮食来减肥 这个是我的一个专业 我一个专长 所以如果是你要 减肥 或者说 你要增肥 都行 我是一个体重管理的 这方面的一个专家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 健康的饮食 让你的体重减下来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你可以 当然可以是 跟我来联系 我可以跟你进行指导 那我们说到 这个心脏病的 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Robbins教授的 这个分享 那这个 我们现在知道呢 就是说 这个TMLO和心脏病 是有很大的关联 这个呢 就是大家已经知道 有一段时间了 那有这种比较高的 体内的TMLO比较高 就是在他们通过 都是血检 血液检测嘛 血液检测呢 知道他们的这个血检 他们的TMLO比较高 血液里边比较高 那他们的风险 他们呢 这些人的这个 会有双倍的风险 得这个心脏病 或者是中风 或者是其他 比较很严重的 其他严重的 这种心血管的 这个疾病 那跟那些 就是体内 TMLO的水平 比较低的人相比 这样的人呢 如果你的这个 体内的水平 比较高 TMLO水平较高 所以你有双倍的风险 那在2013年呢 有一个这种研究呢 就是有个研究发现呢 就是这个营养界的人呢 好像就是一下子 就被惊到了 就发现这个肠道 这个研究者发现呢 这个肠道的细菌 在代谢这个左旋肉碱 这个类的 就含有左旋肉碱类的 这个食物的时候 就比如说像红肉 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呢 它呢就会产生TMLO 所以呢 就是就会促进 这个动脉硬化的 这个这个风险 那这个时候呢 就大家才知道说 吃肉会大大的升高 你的这个TMLO 那这个素食者呢 如果说纯素者 或者说这些素食者 他也吃这个鱼和蛋的 所以呢 吃素的人呢 他们一般都分好几类的 有纯素的 还有说 我主要吃素 但是呢 我不吃肉 我吃这个鱼和蛋 那跟这些人呢 相比呢 就是说他们 这些人呢 就是说 素食者 他们也是 就是说吃这些红肉 是不吃肉的嘛 所以呢 这些吃肉的人呢 他们吃红肉的人呢 他们体内的这个 TMLO的水平呢 就是说大大的升高 然后呢 促进这个动脉 硬化的发生 那这个营养界的人 一下子就给 就是吃 就说 一下子就给 叫什么来的 惊到了 吃到了这样的 一种发现 这样一种关联 一种链接 知道红肉 跟这个动脉 硬化的关系 这个紧密的关系 那为什么这个 素食者和这个食肉者 他们在这个 对这个TMLO的反应呢 是不同的 我们说这个素食者 如果他们平时经常 他们平时是不吃这个红肉的 那偶尔让他吃一次 那他体内的这个TMLO 是看不到的 或者是很低很低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如果说他们吃同样的食物 或者是同样给他们补充 同时都让他们吃这个 比如说 左旋肉碱的这个补充剂 然后呢 但是呢 他们的体内的 这个TMLO的水平呢 是非常不同 为什么呢 那是就是因为呢 就是决定你的这个肠道 就是你的肠道的菌群 决定了你的TMLO的 水平 那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食肉者的肠道的菌群 跟食素者的肠道的菌群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经常吃肉的人呢 你可能你的体内的这个细菌呢 就是很喜欢 这个能够产生TMLO的这样的食物 所以呢 这个它就会 它有这样的细菌呢 就会把你的这个 带有这个TMLO前提的食物呢 就把它转换成了TMLO 如果你是一个吃素的人 你是吃肉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不吃 所以你的肠道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细菌 所以呢 就是说当你偶尔的吃一次红肉的时候 你的肠道里没有这样的细菌去把这样的肉 把它里边的这个左旋肉节呢 转换成TMLO 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 所以呢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大家知道啊 这个肠道的菌群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2017年有一个叫一个研究啊 那这个研究了530个成人的 这个是进入到急诊的这些成人 他们都是说他们的有这个胸 有心脏的这个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胸痛啊什么的 就是到我们一般都会去 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都会去心脏这个部位不舒服 都会去看急诊嘛 所以英文是chest pain 如果你有chest pain呢 急诊呢肯定会接受你的 所以有530个成人是在急诊 那么检测这他们的体内的这个TMAO的这个水平 这个数据显示呢 这些病人他们的水平 最高水平是他们到这个到医院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最高水平会有就是说会有这个会使他们有六倍的这个风险 死亡的风险因为他们体内的TMAO的水平 已经达到了最高有六倍的这种死亡风险 也有呢就是六倍的这种得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 或者需要这个马上呢就需要去开刀做手术 或者下一个月啊 马上就需要做手术这样的一个高风险 那他们呢同样是也六倍的风险 就是说在接下来六个月的时间内啊 你也可能会有六倍的这种死亡的风险 或者是得心脏病的风险 然后有两倍的就是在接下来七年的七年中呢 他们也会有两倍的这种死亡的这种风险 这是一种跟踪这个研究的这些病人 跟这些就是说他们比较 就研究一般都是比较两组人嘛 那他们比较的就是说进来 也是同时进来到急诊的看病的这些 其他的人哈 那他们那些人呢体内的TMAO的水平很低 跟那些人相比 那2019年呢有一项研究呢 发现呢这种很比较高的这种TMAO的这个水平呢 是与这个严重的外周动脉疾病叫PAD 外周这个大家看我的这个这篇上边最后一段 就外周动脉疾病也是会让你的这个会也是相关的 那这个外周动脉疾病呢就是会让你有一种高风险 就是得心脏病中风或者是死亡相关的这种高风险的这样的疾病哈 那就是跟那些没有这个疾病的人相比 如果你是有外周动脉疾病的人呢人群呢 你的你的体内如果TMAO水平高 那你就会有这种高风险啊 或就是得这个心脏病啊什么中风这样的一个心理这种高风险哈 那这个TMAO呢也是跟动脉硬化也是紧密的关联哈 直接的会导直接会导致你的这个动脉硬化 那这个动脉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里边哈 有这种斑块呢就是堆积哈在动脉里边的堆积哈 那这种体血里边的这个TMAO的水平的升高呢 也是一个对心脏引起一些 就是主要的一些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哈 也包括了这个 也能预防也能预示哈 就是检测如果发现了你有这个TMAO水平比较高哈 也可以就是说预测你呢不久到未来呢 你可能会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哈 这就包括了心脏病啊中风和死亡这样的哈 那这个TMAO呢就是会 呃使我们体内的这种免疫 引起我们免疫的反应 也会引起这种炎症的反应哈 然后呢就会促进呃这个动脉硬化和其他心脏病的这种发生 那2020年呢有一个大型的这种分析哈 报告分析哈 呃那这个分析呢就是分析了七篇呃发布的发表的论文 那这个论文呢是有呃这七篇论文呢是一个对九项研究的一个论文哈 哈这里面的数据哈哈 那涉及的这个研究者涉及的人员呢被研究的人员有1万多人哈 10300多个病人301个病人啊 呃那他们得的这个结论呢说如果你的TMAO的水平升高 就你的主要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风险呢 就会升高呃你的升高达到百分之五十八的这种风险 好 嗯 OK 我看一下 李医生的这本书里边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OK好 这个一个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型糖尿病 所以呢这个TMAO呢也是会引起这个二型糖尿病有不同的这个研究哈 那这个二型高的这个TMAO呢就会呃 呃干预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控制哈 就是说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呢不稳会升高 所以你这个TMAO啊 就说你如果你的体内的TMAO的这个这个这个含那个水平比较高 所以呢就是会增加了这种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那2017年呢有一项研究呢是在美国的这种临床营养杂志哈 呃发表的一篇文章呢说有1346个呢 就是新诊断的这个呃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参加了这个研究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对比一组哈 对比组也是呃差不多这么多人数的一个对比组 对比他们两个两组人 那发现呢就是呃 呃血液里边的TMAO的这个呃 呃身高和二型糖尿病是非常呃相关的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啊 呃那这个呢关系呢也同样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也得到了这个证实哈哈 那这个16年的这个研究中呢这个作者呢结论也是说高的这个TMAO的水平呢是跟糖尿病有关的啊 啊另一项的这个14年的一个研究呢是呃这个这个这个研究这个TMAO的这种作用啊对血糖的这种忍耐度的这个作用 它是对这个老鼠实验室里边对老鼠啊给这个老鼠喂这种高脂肪的这种饮食啊 呃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发现啊这个作者呢就是认为总结最后的结论啊得出的结论呢是这个呃 食物里边的这种TMAO就是能够含量高的能够呢加重已经损害就是说他们这个老鼠的体内呢他们的血糖的控制呢已经得到了损害 那你反而还会在如果说体内的TMAO在生鸽的话对他的这种血糖的这种呃呃 忍耐度然后呢可以呢就是打断了他们的肝脏里边的这种信号传递呃为什么是肝脏里边因为这个在前面跟大家说TMA是在肠道里边产生的 然后到肝脏里边然后TMA呢才会转换成TMAO所以呢就是肠道的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积极的要工作的话呢 它有些信号的哈有些没有把它产生啊什么的所以呢这个TMAO的高的话你身体体内的TMAO含量高的话呢也会阻断你的肝脏里边的这个传播信号的信号的这个通道的也会阻断的 它同时还会促进这个炎症啊就是在你的脂肪里边啊脂肪组织里边让你的这个炎症增加你的炎症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对这个给啊为这个高脂肪饮食的这些老鼠啊做的这个实验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好我们看这个慢性肾病那慢性肾病呢是一种呢就是说肾的这个功能哈就是慢慢的就是衰竭啊可能就是说到肾衰竭啊就恶化的时候就到肾衰竭啊这样的就不再有不再能够肾不能不再能工作了哈 好那这个TMAO呢就是啊会在如果你的体内的TMAO水平高的话呢会加重你的这个慢性肾病啊也是对这个肾病慢性肾病的这种健康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害 那2015年呢有一些研究呢就是说这个慢性肾病的这个病人呢他们的血液里边的这种TMAO的水平很高 然后呢跟另外一个对比组的哈来相比较哈就是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比组的人呢是没有这种慢性肾病的哈 那另外呢就是这种高的在血液里边循环哈就是高的这个TMAO的时候呢也是呃是跟这个呃能够是让你的慢性肾病的这种更加的严重啊 然后呢是这个生存率呢降低缩短就是这个人呢这些人呢就会呃死的比较早 那2016年的一项研究呢是有呃80个这个就是对比组了用于80 然后呢研究的这些人呢就是病人呢有179个这个病人哈 哈他们都是处于这种比较晚期哈三到五期的这种慢性肾病 他们的结论呢研究的结论呢是这种体内的高TMAO呢就会跟这种死亡率呢是非常相关的哈 就是说他们是慢性肾病了这些慢性肾病的病人如果你的体内的TMAO呢在被发现呢含量也很高水平也很高 那么就会缩短他们的寿命哈让他们呢就是健康有很大的损害 然后人家很快呢就会死亡去世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癌症哈 那癌症呢就是说这个体呃身体体内的这个TMAO哈到底就是说血在你的血血里边到底有多高哈 他呢就会跟一些癌症哈就会影响一些癌症的哈发生 啊2014年呢有一项研究哈发现呢就是高的这个TMAO水平呢和结肠癌是有关系的 那这两者呢就是在17年有另外一项这个研究里边呢也得到了这个证实哈 那这个呢就是说新的把这个现在2017年的研究之后呢就把这个TMAO呢作为了一种啊就是说啊确诊结肠癌的一个指标 所以呢就是啊就是结肠癌的这个病人呢他们的检测的时候呢一定是有这个要检测这个体内的啊这个TMAO的这个水平 那研究者发现 这个TMAO的中度的水平 极大的 就是在这个病人 很高的这些 身体内的TMAO水平 比较很高的这些病人 就是患癌症的这些病人 就是要高很多 比那个 发现他们的 发现这些对这些癌症 患有癌症的人 他们的TMAO的水平 要明显的高很多 跟这个对照组的人相比 另外呢就是 有高这个TMAO的人 这些人呢他们的 生存的 就是叫 无症生存的 时间也很短 比如说他们经过一段的时间 治疗之后 他们的很多的这个症状 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 不表明他们是 健康了 不表明他们 已经没有这个病了 他等于是 那他们的这个 生存的这个时间 也是很短的 也是有很 很 也在缩短 如果你的体内的 TMAO水平高 那结肠 2015年呢 就是有一个研究呢 说过高的这个TMAO呢 是和前列腺癌的 这种发生呢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18年的一个研究呢 发现呢 高血糖的 这个就是这个TMAO的 这个血液里的 这个TMAO水平高的 也与就是肝癌的 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 不仅仅是这个 结肠癌 前列腺癌 肝癌 都有哈 那2021年呢 有一个文献的 这个总结呢 就是这个文献的 总结上面呢 他们提到了哈 说TMAO呢 可能会促进 炎症 氧化和DNA的损害 所以呢 这些呢 都跟癌症的死亡率 是相关的 因为这个患癌的人呢 他们的 就是体内的炎症 肯定是很高的 他也是不停的 是有这种炎症发生的 只有这个氧化的 这种反应发生的 他的DNA呢 也是得到损害 这一切呢 都会促进 这种癌症的死亡率的 这种发生 肝病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肝病哈 肝病呢 其实这里边谈到的是 这种非酒精类的 这种脂肪肝哈 非酒精类的脂肪肝 我们大家知道 有酒精类脂肪肝 还有非酒精类脂肪肝 非酒精类的脂肪肝 现在哈 已经是一个 在全世界哈 应该是一个 就是说增长的 非常非常的快的 一种疾病哈 那这个呢 就是说很多的人的 这个饮食 不是因为他喝酒 引起的这个脂肪肝 而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哈 包括生活方式 和他的饮食 引起的这种脂肪肝的问题哈 所以叫非酒精类的 这种脂肪肝 那非酒精类脂肪肝呢 现在呢 是 跟这个 TMAO的 这个研究发现呢 跟这个TMAO的 这种在体内呢 过高 是有很大的 这个关系 那2019年呢 有一项研究呢 就是发表在这个 一个营养和食品研究 杂志上哈 分子营养 分子营养 杂志上 然后结论是呢 高水平的这个TMAO呢 是加重了这个 就非酒精类的脂肪肝 因为呢 它会阻断这个肝脏里边的 这种信号的这种传播 然后呢 就会这个损坏这个 这个感的胆质的这种代谢 另外呢 就是2021年呢 有一项这个研究呢 就是 有6415个这个 被研究者哈 然后呢 是研究 跟踪研究了8.2年 8年多哈 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 你的血液里边的TMAO 是跟单独就跟所有 就是说非酒精类的 这个脂肪肝的 这个人的 就是死亡率 死亡的这个因素哈 就是说 就是换 就是如果它是这个 非酒精类的这个病人哈 最后死亡了 那它可能死亡的因素呢 可能有不同的因素 引起它死亡的 那所有的 所有这个因素里边呢 都有这个TMAO的这个 在里边 起了这个主导作用 所以呢 就是可见这个TMAO 对这种肝病的这种 这种危害 有多大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边 跟大家谈到的 癌症的肝病啊 癌症 有一些癌症的出现 还有慢性肾病啊 还有二性糖尿病 那心脏病 那就更不用说了 最主要呢 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病的 那我在这个 我们看看 好 我们在下边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检测哈 这个检测呢 其实是 我现在不太清楚哈 如果是不是有的人 可以去 问家庭医生哈 或者是你已经是有 诊断出来时 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问家庭医生哈 说你能不能去测 这个TMAO 所以现在一般呢 是在急诊的时候 如果是去看急诊的时候呢 是会有这样的 就是在急诊处呢 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检测哈 或者是那个医生呢 就是要确认的时候 由他们来确定哈 这个要不要进行这个检测 这是关于这个检测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分享一下 就大家最关心的哈 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 我们体内的这种哈 TMAO的水平 我们今天是有点时间 所以呢 我可以讲连慢点 一会儿呢 大家有问题哈 可以那个在最后跟大家 再回答 然后再讨论哈 然后我们怎么来降低呢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当然是要减少哈 首先肯定是要减少吃这个含有这个左旋肉 减压胆减压啊 这些还有其他的含这个TMAO前提的食物哈 2021年呢 有一项研究呢 是发现在发表在这个营养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哈 那这个营养杂志上呢 就是说他这个研究是说 TMAO的这个水平 在对食肉者和食素者哈 的这个有什么样不同 这个其实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那个毕医生的哈 在他的书里面说到了哈 就是你是食肉者 如果你停止吃肉哈 四周你的体内的这个TMAO的水平 就有很大的一个一个变化 一个降低哈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来仔细看一下这个2021年的这个哈 这个Robbins教授的这个分享哈 那这个研究者呢 就是请23位哈 经常吃肉的这个食肉者哈 然后呢他们的这23位呢 也都是肥胖 要不就是说他已经有这个糖尿病了 还有呢就是让他们呢就是不是肥胖 要不就是糖尿病哈这样的23位 经常吃肉的 然后让他们呢就是把他们不要吃肉了 八周让他们停下来八周哈 这是跟不是毕医生说的那个研究哈 这是另外一个研究 2021年的比较新的研究 停下来八周 然后呢八周之后呢 四周他们可以随便吃 然后呢就是检测他们体内的这个TMAO的水平 那要检测四次的 啊对就是说刚开始啊就是还没有开始对他们研究之前 先要就是开始先要做一个哈 他们的这个体内的这个TMAO的水平检测 然后呢就是呃第一周做一次 然后八周以后做一次 然后十二周以后做一次哈 这是有四次的来看他们四次的这种体内的TMAO的这个水平哈 啊那平均的这个TMAO在这个呃检测前 刚开始呃就是参加试验 这参加这个研究之前哈 这些人的平均的这是二十三位哈 平均的这个TMAO呢是十啊 这十这样一个单位哈 这是一个十这样子 然后呢呃这个十呢 已经是让他们的水平呢 就是说患病患这个生病的这种几率已经很高了哈 啊应该是我们正常的哈正常的这种检测 如果大家想了解啊应该是在六点二以下就是算呃比较正常风险很小的六点二啊 当然越低越好啊那他们这几个人呢就是二十三个人呢他们平均的是在十所以呢这个十这个指标呢这个数字呢已经让他们的风险很高了啊那一个星期之后呢就是说检测啊啊他们吃素嘛就是让他们吃八周的哈吃素那一个星期吃了吃素吃了一个星期之后啊他们的这个TMAO的水平是多少呢五点七啊是不是很低啊 很低啊吃了一周就一下降了这么多就已经是近于就是说风险特别低了 近于健康的这个水准了哈五点七然后呢就是呃在八周之内哈 他们的水平哈就是八周之后哈在检测呢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哈然后在十二周就是八周之后他们就放开哈随便吃了哈那他们这些吃肉的人肯定是呃少不了去吃肉嘛 然后呢十二周的之后呢然后再去检测他们的体内的达到了多少 十七点五哇可见他们的这个吃肉之后呢马上这个TMAO的这个水平升高了有多少啊好吓人的这个数据 那另外呢在二零二零年呢有一项这个研究哈就是这是一种随机的研究哈研究发现呢就是一个很有啊就是二零二多在这边给大家写了哈就是发现就是因为有些人呢就是吃素的人呢就是说 呃他说呃他说他是素食者呃素食者呃素食者不一定吃的很健康如果说你是素食者你在外边去吃一些 比如说他们呃就是有商店也会卖的哈就一些比如说看似看起来像肉饼一样的东西哈就是说这个可以替代肉啊吃这样的东西哈 比如说这样的汉堡哈我自己我家的孩子也吃过也买过哈所以我也听有的朋友说过哈 哈那这个呢就是会呃就是说他里边的添加物会很高的哈油很多盐也很多味道很重的哈 所以呢也是极度的不健康所以呢二零二零年呢这个研究呢就是这种随机的叫调查呢就是研究呢发现这个替代肉替代肉呢如果是这个素食者哈他呢就是说经常吃这个替代肉的人呢 他们的体内呢其实呢反倒还是这个tmao的这个水平呢还是很高的就是有患这个心脏病的这种风险 所以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研究我是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哈就是这只是有一个这样的研究 那另外呢就是呃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哈就是说这种植物类的饮食呢是一个呢可以降低这个呃这个tmao的这种食物的哈 所以对我们各种的这种疾病啊慢性病哈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要降低的这个食物哈一个是这个肉碱 降低这个肉碱的这个食物呢就是说主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肉类红肉哈基本上是来自于红肉 那首先呢就是说呃这些呢呃一个一他这边这个Robbins教授用的是四盎司哈 四盎司的这个牛肉哈牛排哈呃大概就差不多是110多一点哈110呃113克差不多这个牛肉哈牛排呢 他里边呢就是含的这个肉碱就差不多是56到162毫克呃 那这个肉碱呢是呃就是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体内呢是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氨基酸呢 比如说蓝氨酸和这个甲硫氨酸呢是可以体内是自动是可以合成的合成这个肉碱的所以呢我们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 饮食指南里边哈我们的饮食指南啊就会给大家说啊就是说啊哪些食物这个食物你需要最低量是多少才能满足你的身体的需要啊那个食物啊或者或者这个营养 比如说维生素C你需要每天吃多少你才能保证你的身体的健康啊这个就是饮食指南哈给大家的这种推荐 肉碱在饮食指南里边是没有推荐的为什么没有推荐呢就是因为我们体内是自己可以产生的我们不需要去额外的去补充它啊 啊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要知道哈所以这个是肉碱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这个肉碱除了从这个两个蓝氨酸啊还有另外呢就是从一些吃的我们要吃掉健康的食物里边像豆类啊 见过蓝麦这样的一些植物植物类的这个食物呢也可以合成这个肉碱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根本不必要去担心它那再说到这个胆碱啊胆碱呢就是以前大家知道就是胆碱呢是跟大家讲鸡蛋的时候大家可能记得吧就是这个胆碱是在我们的蛋黄里边富含这个胆碱那胆碱呢是我们人体呢所需要的 营养啊因为我们的这种神经的发育大脑的这种发育我们是需要这个的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胆碱呢会那个是我们人体需要的但是呢不能过量也不能少也不能多所以适量啊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吃鸡蛋比如说一天一个鸡蛋你是可以的如果说你吃的量太多了也许或者说你可以是只吃一个蛋黄比如说你一天吃三个鸡蛋或者四个鸡蛋你只吃一个蛋黄 那可以说保证你的这种胆碱的量哈能稍微降低一些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吃鸡蛋或者把鸡蛋作为你的主要的这种蛋白质来来补充的话哈可以这样来考虑 那我们这个胆碱呢就是跟这个TMAO的这种产生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可以促成这个TMAO的这个产生哈那关键就是说我们要有适量哈要一定要决定不能吃的太多啊那这个胆碱含量的含胆碱的食物哈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蛋哈还有这个肉啊鱼啊啊 就是这奶制品啊都是有这种胆碱啊所以呢大家就是说不能超量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些植物的这些水果啊蔬菜啊豆子啊什么坚果啊黄豆啊这些食品呢都会就是有这个胆碱的产生哈有这个胆碱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哈所以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哈 嗯然后植物类的这个胆碱呢其实是跟对我们人体的这个影响哈跟这个植跟这个动物类的这个胆碱对身体的影响呢是不一样的啊那2004年呢就有一项这个研究呢就是在这个美国的糖尿病糖尿病协会的这个杂志上发表哈研究者呢就是嗯让这个嗯让这个研究人员被研究人员呢就是每天 吃两杯的这个蔬菜那这个蔬菜呢就是含胆碱 特别特别高的这个蔬菜啊就是这个他们吃的是叫豹子甘兰豹子甘兰就是很小的那个像圆白菜长得像圆白菜但是很小的小baby的那个圆白菜哈豹子甘兰这个跟大家也分享过啊可能有的朋友也比较喜欢吃哈这个呢就是给他们每天让他们每天吃两杯啊这样的蔬菜然后呢这个蔬菜呢就是胆碱含量特别高哈然后让他们连的吃三周然后呢在这个研究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呃这些呃这些呃这些人呢他们体内的TMAO的水平呢降低了很多跟就是说比他们刚开始参加这个研究之前呃他们的那个体内的哈那这个研究者呢就是研究人员呢总结呢就是结论就是说也许哈这个豹子甘兰能够天然的哈很自然的能够降解就是降低这个肝脏里边的这个 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TMAO TMAO转换成TMAO的这个酶它可以呢让这个酶呢不活跃然后呢这个TMA呢即使到了肝脏它也没有变成TMAO那是认为是这个啊这个豹子甘兰的这个啊里边的这个胆碱的这个也许呢植物类的这个胆碱呢是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哈啊那缩小这个要降低这个啊 我们体内的TMAO的这个水平哈这个减少他们的这个产生呢啊那最有效的办法呢当然呢就是吃我们完整的这个食物啊以植物类为主的这个完整的食物然后呢就是说尽量的啊减少吃这个动物类的食物那当然是尽量的不吃这个红肉类的啊 因为呢就是说如果是呃你是吃的这个肉很少很少或几乎不吃的人呢他的体内是没有的这个根本就没有TMAO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哈这样一个有毒的这个物质出现呃因为呢这个素食者呢他们肠道哈他们肠道的菌群呢就是跟食肉者的肠道的菌群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个饮食呢呃是非常安全的 是不会给我们人带来这个毒素的哈不会危害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哈那这个呢是Robbins的呃分享的那我在这边BB呃呃医生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吃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哈一会呢还有福曼医生那边哈我也跟他讲讲一下分享一下那这个B医生呢就是说到说什么食物哈然后呢提到呢 有的人就说到这个红酒哈红酒对我们的肠道很好因为红酒是含有这个多分的然后呢是也是医生菌医生呃医生呃医生员可以增加我们肠道的多样性呃那呢就是说红酒呢就是呃也可以降低这个红酒里边的这个白黎卤醇呢是可以降低这个TMAO的哈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这个TMAO哈那也是他也是可以抑制 呃这个TMA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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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种高脂肪的这种奶制品啊 所以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就会引起我们的心脏病啊 中风啊 阿兹海默症 二型糖尿病 慢性肾病 这样的 那同时呢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啊 因为我们不能去把这个喝酒呢 作为一种去 就是说降低TMAO的一种办法 因为毕竟呢 你可能如果说 你想把这个 作为这个饮酒的方式 你可能还会得到了 这个酒精之类的这种脂肪肝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风险 因为酒呢 是最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那最后呢 还有福曼医生呢 关于这个鸡蛋呀 鱼和肉的 这个肉就不用说了 那因为肉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 他说到这个鸡蛋的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有的人就说 那鸡蛋我怎么办 不能不能多吃了 但我刚才跟前面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适量 不能这个吃的多了 因为鸡蛋里边的这个蛋黄里边的胆碱含量是很高的嘛 那这个福曼医生呢 就是说这个 说到了这个鸡蛋 当然我认为 还是这个跟大家说就是过量的 鸡蛋呢 但是跟这个前列腺癌和这个肠道癌也是有关系的 他说这个每一周吃至少两三次的这种两到三个这个鸡蛋的 每周跟这是每一周吃的不到这个量的人相比 如果你是你每一周吃两到三个鸡蛋 你的风险是达到了81%的这种增加这种前列腺癌 就男性增加前列腺癌的这个风险 那另外还有一个 有其他分析了一个44项的一个研究 那么他们呢 这些人呢 就是每吃的这个 他们这些人呢 吃的这个量呢 就是说三次或者三 不到三次 或者不到三个 或者三到五个 或者是超过五个 这是每周 那超过五个的 那对这些三组人的这种研究呢 他们的肠癌的 肠道里边的这种癌症 这个消化肠道 消化道说错了 消化道里边的这种癌症 包括食道癌呀 胃癌呀 肠癌呀 结肠癌呀 这些的增加呢 都有很大的这个增加 跟这些就是吃的比较少 但吃的比较少的人相比 因为这个鸡蛋里边呢 就是因为 为什么有这样的风险 因为鸡蛋里边呢 就是这个胆碱的含量高 那它在这个肠道里边 就会被代谢 把它呢 就转换成这种TMAO了 所以呢 就会有这个癌症和这个 也会引起这个癌症和这个心脏病的这个风险 那这个鸡蛋呢 这个福曼医生认为呢 鸡蛋是 可能是 引起这个TMAO最高的一个因素 它就一个食物 他认为这个鸡蛋是引起TMAO最高的一种食物 那当然就是其他的 还有这个肉和鱼哈 也是的 这是福曼医生的这个认为的 好 那我今天呢 就关于TMAO的这个呢 知识呢 这个新的这个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看来看大家 刚才有个朋友一直在举手 看看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 因为下边不是说没有什么课 我再跟大家再看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待一会儿哈 有一个朋友提问 胆碱就是绿化胆碱 我不知道你这个指的是什么 绿化胆碱和左旋肉碱 在很多营养剂里都有两者的营养 说的绿化胆碱是不是是营养剂里边 那这个我还不太了解那个营养 那个营养剂哈 但是这个左旋肉碱是很多营养剂里边是有的 这个就要看你 其实就是肉碱是不需要 肉碱是不需要那个什么的 不需要去补充的 因为肉碱是我们的体内 刚才跟大家说了哈 也在这个就在这一页里边哈 这个肉碱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体内是自己能够产生的 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去补充的 所以就是如果补充的话 你反而会引起你的体内的这种TMAO的产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害有害毒素 这个毒素的产生哈是对人体是有伤害的 植物凝积剂 我记得你问过这个问题哈 豆类里边或者有些植物里边就有这个凝积剂不应该担心哈 这个凝积剂是因为加热之后哈就是高温之后它就会没有了 就是说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什么 它就是来自植物的食物是非常安全的 就是说有些动物系有些植物的东西你是不能生吃的嘛 比如说像我们说四季豆你会生吃你会中毒啊什么的 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生吃的 但是你把它做熟是没有问题的哈 就是有些食物是可以生吃的 有些是不能的 所以呢凝积剂呢是凝积素呢是一个豆类边含的比较高的 所以你是豆子你是要把它都要做熟的嘛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刚才有个提有个举手的一个朋友是有什么问题 你要打开话筒来这个叫长青 长青你如果说玉衣甘蓝 玉衣甘蓝是可以生吃的 玉衣甘蓝就是就是说你生吃最好吃的一个比较小的叶子比较嫩一些 玉衣甘蓝的叶子比较的比较厚比较粗 它的纤维比较粗 就是说西人吃这个沙腊呢 他们经常会把那个玉衣甘蓝的叶子把它掰碎啊 就是你要其实练你的咀嚼能力也挺好的 练你的口腔练你的牙齿练你的咀嚼能力挺好的 你就使劲要嚼啊嚼啊嚼的哈 就是可以生吃的 玉衣甘蓝可以的 刚才提问的朋友你那个 你可以打我们现在可以打开话筒了吗 那个林老师可以让大家打开话筒 我看我这个 我对林老师 你那个就是这个叫长青的老师那个要提问 啊全职有个朋友问全职物饮食分量如何分配啊 我的就是原则呢就是说我们每一餐至少要吃到60%的蔬菜啊 啊然后呢这一餐一天呢你至少要吃到五种以上啊 我们的蔬菜的种类也是很多的有叶子菜有花菜有根茎类的哈啊 啊总归你是就是啊还是各种颜色的都要吃到哈 然后呢这是至少你要吃到那福曼医生呢建议我们要90%的要吃到这个植物类的哈 啊有朋友问北美当地哪些蔬菜钙含量钙含量高的蔬菜 你刚才说的玉衣甘蓝就是一个钙含量很高的菜 然后呃像芥兰这样的菜也含量很高的像线菜也是呃钙含量很高的 呃这个呢其实大家就是说想了解的话 其实你可以搜一些健康的网站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信息的哈 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觉得你补钙哈 你体内缺不缺钙那你就是可以做一下这个就是都伦多大学的这种营养基因检测哈 了解一下你到底需要不需要补钙哈 如果你要做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跟我联系哈 就是了解清楚了然后你看你到底需要不需要除了食物之外哈 你到底要不要补这个钙的问题哈 啊那这个还有钙里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芝麻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钙的一个神器哈 啊这个就是要那个什么呢你中年中老年人呢你就是要还是要那个什么还是要查一下先知道身体的状况你才能知道哈 补充不是说钙补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钙不是说你简单的补钙就能吸收的应该的吸收要需要很多很多的元素的 比如说钙和美的平衡啊啊啊还要需要其他的那个其他很多大概十几种的这个在讲座里跟大家也分享过十几种的元素来帮助你这种钙的这个吸收啊啊对这个朋友对我的建议是这样对60%的蔬菜蛋白质20% 蛊物20%对啊然后你在蛋白质其实蛊物其实也是植物类的啊所以这样加起来其实就是80%的植物类的了哈 蛋白质呢当然大家要选优质的蛋白了哈啊那个长青我们还有三个朋友那个林老师能够打开一下大家的啊那个麦吗就是有三个朋友举手问问题 林老师啊林老师能不能听到那那个啊这个朋友举优质蛋白我在就是建议你哈就问都有哪些哈就是你可以去回放我的这个讲座哈讲的很多的很多的哈 嗯优质蛋白啊除了红肉之外的白肉还可以哈除了红肉之外如果红肉的话我是建议你吃那个呃百分之百的草丝的牛肉哈如果吃鱼的话也是也钓的鱼哈 我呢就是从那个我们营养师推荐的那个网站哈我就是呃六周购买一次呃人物因为我家里有孩子嘛所以有孩子给孩子还是要吃要因为他在长在成长中嘛到了如果你到了成年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你这个红肉你可以考虑不去吃他了啊肉和鸡蛋能不能吃多 那吃什么才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朋友问蛋白质哈其实呃每一种食物里边都有蛋白质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额外的注意蛋白质就是你是一个呃正在成长的呃青少年少儿婴儿啊成长的人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是什么人就是年老体弱者身体差的人生病的人你需要蛋白质是增加你的这个抵抗力啊补充你的体力啊 呃然后其他的就是说健康的人啊呃然后其他的就是说健康的人或者是壮年人呢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担心的呃因为每一种食物里边都有蛋白质都有合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最基本的这个氨基酸哈所以这个是不需要大家担心的哈就是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特意的去补充哈呃TM有个朋友问TMAO和胆骨醇水平有什么关系哈 TMAO呢是一种促炎的物质因为促炎呢其实胆骨醇的这个胆骨醇其实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主要引起我们心脏病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哈但是呢就是说胆骨醇在高体内高的情况下你还是很担心比如说你本身一呃体检呢发现你自己就是一个胆骨醇比较高你就比较担心了哈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你就要考虑你的体内的TMAO 会不会高因为TMAO是一个促炎的他会让你的胆骨醇就是胆骨醇高的时候就是因为体内的炎症比较高的时候哈你的胆骨醇呢就是在血液里边没有办法去回收了他没有办法去把它带回到肝脏里胆骨醇是肝脏产生的然后呢就会有我们的就是叫低密度脂蛋白就是LDL哈就会把胆骨醇呢就会运送出去哈然后呢通过血液 水液呢运送到各个地方哈各个器官各个需要胆骨醇的地方哈然后呢如果出现了氧化的状态如果你的TMAO高的时候你的体内的就是炎症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哈炎症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你的体内你的血液里边的这个胆骨醇呢就回收就多余的这个哈就是已经其他的这些器官不需要了其他地方不需要了有多余的胆骨醇呢还在你的 血管里边在就是说油荡啊然后呢那个你的这种高脂密度蛋白就是HDL这种高密度蛋白就需要把多余的这种蛋骨醇蛋骨醇呢带回到肝脏里去把它回收那当为什么你的体内的蛋骨醇高呢就是说这种回收不了了就是你体内的炎症比较高了你回收不了了所以你的TMAO呢会引起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 所以它不仅仅仅是和胆骨醇的有什么关系它跟体内的任何的疾病都是有关系的 有这个举手的朋友大概是写不了字哈这个林老师没有哈我看我不知道我 林老师你好林老师就是你打开一下就是麦哦对好的有朋友在问就另外有个朋友问亚麻子可以发芽吗当然可以了呃大麻子亚麻子可以发我还跟大家分享过吧亚麻子发芽 亚麻子是因为比较粘的只要一溅水就粘了你要把它泡一晚上泡了之后你第二天就把它拿一个比如说拿的手啊或者就最好因为会粘到你的手上你拿个筷子呀或者拿一个板呀铲子呀把它铺平铺在一个纸上边哈铺平以后然后这个每天就是抱持那个那张下边的纸是湿的或者给它喷水它就会慢慢发芽的发出来的所以挺好的亚麻子你可以打粉你可以吃芽菜 嗯不错的长青麻烦你你可以你现在可以打开麦说话麦已经打开了长青在吗长青 长青 长青 是不是人人 他解除精英了啊 嗯已经解除就自己自己自己还有 对对对我就想问了这个鸡蛋一个礼拜应该吃几个老年人 哈哈哈哈你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每天一个我觉得你不用担心的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一个啊 对你老年人不需要担心因为老年人是需要这个蛋白但是你还要看你的你对其他你其他的蛋白质补充的量啊 你是不是主要靠这个鸡蛋不吃其他的肉啊什么之类的 比如说豆子豆腐你吃不吃啊鱼你吃不吃鸡肉你吃不吃啊 嗯嗯啊你是不是都吃是不是 嗯都吃的话你就不需要每天一个鸡蛋了啊 如果说你只主要就是靠鸡蛋来补充蛋白的话那你就是每天一个啊或者有时候或者有时候就不要蛋黄了呗就吃蛋青嗯嗯 另外一个呢呃牛奶牛奶那现在觉得它不是补钙的主要主要主要 牛奶应该怎么看哈哈牛奶啊牛奶是我是不推荐的 因为牛奶有很大很大的问题牛奶不是补钙神器呃吃菜菜比牛奶里边的含钙量还要高呃牛奶是有这样的问题 牛奶不是补钙神器呃吃菜菜比牛奶里边的含钙量还要高呃牛奶是有这样的问题 牛奶如果你想就是说呃你可以想一想啊这个奶是怎么产生的嗯 奶是怎么产生肯定是这个牛啊母牛不停的要怀孕 那他怎么怀孕呢他刚生完了小牛又得怀孕就是要给他们吃激素啊刺激他呀 让他去怀孕呀所以呢就是说这种给他吃的这种雌激素很高 所以呢奶里边的雌激素很高会引起我们的就是说荷尔蒙方面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乳腺方面的子宫方面的男性也是有啊前列腺方面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面 还有这些牛哈就是说因为是在这边的这就是说这些世界各地都差不多哈 牛的这种养殖都是在圈起来的给他们喂的都是饲料 喂的饲料呢不是让他们吃草啊如果是你吃买到有机的牛奶 稍微可能能好一点但是有机的也不一定是放养的牛啊 反正总之是要比常规的可能稍微好一些哈 所以如果是圈养的这种养殖场的牛他们喂的都是饲料 那饲料主要是什么只要吃豆子吃这个玉米啊 吃这种豆子呀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转基因食品 啊转基因食品呢他们就是有一种他们的基因已经被调整了 然后呢他们就会说在我们的体内我们的人体呢是对这些东西呢 是呃就是说不认识这些东西的是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消化 是消化不了他们接受不了他们的啊所以呢再一个呢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去我们补盖的东西不是一个最佳的东西 还有酸奶呢酸奶呢就是说它是如果是你有乳糖不耐受的话 你喝酸奶呢就是要比你喝牛奶就是好消化一些 但是酸奶如果说它的来源都是牛奶都是一样的 那你想它也是呀跟牛奶是一样的嘛 啊再一个有的有的老人呢他可能就是说 听别人说是大概睡觉前喝一杯牛奶能够帮助睡眠 这个也是不对的哈睡觉前呢就是说最好你的呃肠道是空的啊 你喝了牛奶牛奶是蛋白质哈蛋白质你的你的肠位就要去工作的时候哈 你就不会睡眠好的怎么喝怎么可能会助睡眠呢 不肯定不会帮助你睡眠的所以呢这个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好谢谢啊不客气好我看啊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哈好的 那我就是我们在隔一周再跟大家再见面 这是 我看着